佛陀对世间知识的态度 世间的知识永远不能够帮助人们过着纯正的宗教生活 佛陀曾经描述生死流转的痛苦 他说 兄妹死丧 财物损失 疾病痛苦 及一切的不如意相伴随 这一路下来 你们真正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匆匆忙忙地从生到死 从死到生 这些泪水 比四个大海的海水环要多 佛陀这一段说话的意趣 就再启示一个简单的道理 告诉人们如何出来痛苦 在另一个场合里 佛陀说 兄弟们 不要热忠于世俗的思想里 诗如 想确定这个世界是常的 或者是无常的 这世界是有限的 或者是无限的 你们要做的 你们要做的 是专心自力于 了解苦 杂 灭 道 四圣题 了解苦 杂 的恩缘 了解灭苦 的法门 佛陀为什么要这样对弟子们说呢 这些问题 或者会令人兴奋 或者激发某些人的好奇心 但是 去处理这些问题 却无法达到 克服痛苦 的目的 佛陀捨弃这些无用的问题 是因为这些知识 是不能够为人们 带来幸福 无论如何 佛陀预见到 说这些是毫无实用价值的 而且不是人类了解能力 所能够足及的 徒然消耗时间和精力罢了 他预言 提出这些问题的有关益测 只是拆开了思想的合适恐道 妨碍了精神上的开展